海拔4300元 收帐篷收到高粉 今天是短午节 不知道能不能吃上粽子 去年短午节好像也没吃上粽子 出发了 短午节下炖馆子吧 点了个鱼香肉丝 点了个炒素菜 然后米饭 看来今年的短午节又吃不到粽子了 这边没得卖 剪了两个小时频 你们不是老是问我 模拟路上搭帐篷怎么充电吧 给你们看一看 做着剪视频的功夫 把音响手机 然后还有这个相机全都充满了 那边还有个大家伙 充满了 搭帐篷不住电怎么用电 带个充电宝啊大哥 今年带的这个充电宝两晚上都用不到 可能用一晚上多 完了之后他就没电了这个牌子的 因为他带一个这个逆变器 所以快头比我去年那个充电宝还要大 然后电还没我去年那个充电宝实用 在饭馆里边呆了一中午 电充满了今天晚上可以继续露营了 饭也吃饱了 遗憾的是今天还是没有吃到粽子 出发了 车子这里是有一个USB的 完了之后可以在行车中给手机充电 然后露营的时候用水 我带了一个这个是一升的保温杯 然后是一升的矿泉水 基本上在户外的话 自己带一杯热水 然后带一杯冷水 用来刷牙 洗脸洗脚的话呢 带的有湿纸巾 就拿湿纸巾稍微擦一擦 保证喝的水和刷牙的水就OK了 然后要洗澡的话就开宾馆住店 哇塞今天的天气好好 这里有一个岔路口 那边是往昌都去的方向 如果走那边的话 可以走到317 走这边的话可以走到318 而我要走的是这条路 名叫川藏中线 进藏的时候呀 在214上面遇到了好多网友 但是走到这边来 从昨天到今天 一个骑摩托车的都没有看见 这就是你们不知道的川藏中线 不知道现在路修的怎么样了 很漂亮的这边 现在是7.40 这边的太阳落的很快的 然后准备到那边的村庄露营吧 然后准备到那边的村庄露营吧 哎呀妈呀 这路 千万别打滑 打滑了 我都扶不起来呀 好 patient 我都扶ose 我都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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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द 我都扶得 我都扶了 我都扶得 我都扶得 我 我 这前面怎么还过河了呢 不行了 我过不去了 我要掉头 不行了 前面要过不去了 我不敢过了 要找车的 我先走 啊 哎呦 哎呦 啊 这海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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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这边就是川藏中线的国道 在那边上 然后呢 我本来是想去那边那个村子的 结果那边那个村子 要过一条河 我过不去 过不去我就返回来了 然后今天晚上把帐篷搭在这个房子后面 这里面好像是个商店 那里是 那里是谁的 谁的那边有 有进路 有进路 我不去了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好了 今天晚上把帐篷搭在这里 叫什么 怎么笑成这个样子啊 嗯 啊 你看你 你看你牙都没了 茄子 啥茄子 你笑什么 照片来的来茄子 为什么笑 看着我头盔摘了 笑成这个样子 啊 为啥 啊 怎么短头板那么好笑啊 啊 你好看的 什么 你好看的 好看还是难看 好看 嗯 好看吧 嗯 哈哈 我把头盔摘了 这几个小孩笑成这个样子